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一线爆炸火球 高达385公尺的电视塔也被当作目标 但还没完 仔细看离电视塔不远的地方 又遭到一次轰炸 漫天浓烟覆盖整个区域 被攻击的电视塔 位于巴比亚河谷纪念碑对面 当时是纪念1941年 遭纳粹屠杀的成千圣外名犹太人 现在又遭到恶军攻击 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忍不住炮轰 这是重演历史 为了防范接下来可能的攻击 基辅街头到处可见士兵驻守检查站 当地媒体也直击基辅冲突后的状况 零星飞弹攻击还只是小case 别忘了还有一条绵延64公里的 俄军车队步步进逼 从地图来看 俄军北东南三面夹击 缤纷多条路线遍地风火 除了原本的克里米亚 乌国领土周边部分地区 也被俄罗斯掌控 现在除了要攻基辅 还有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整栋建筑瞬间炸成火球 沦为废墟 当地时间周三更传出 俄军散兵空降哈尔科夫 无差别轰炸 军医院更爆发激战 俄军强势猛攻 企图夺下第二大臣 哈尔科夫主要警察局也无法倖免 损毁的建筑内一句句遗体被抬出来 这24小时内当地至少21人丧命 112人受伤 不过俄军迟迟迟无法攻破首都结第二大臣 倒是南部战线在乌俄大战第七天 传出夺下海港城市赫尔桑 带着白色被张的俄罗斯士兵 大拉拉上街巡逻 只是乌克兰军方否认沦陷 强调战斗还在进行中 而乌克兰西北部的日托米尔 也被飞弹炮击烧成废墟 消防人员抓紧时间抢救 因为居民受困瓦砾堆下 至少十栋民宅崩塌 已经有四人丧命 至于东北部城市阿克提卡 先前空袭也造成70多名乌克兰士兵殉职 所以打下去只是让更多无辜百姓跟着陪葬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